你运动了没? 有没有想过你之所以开始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? 当然,尤其现今的时代,让自己开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 那是属于心灵的部分。 不过这是你当初开始运动的因素吗? 可以让你开心的事情,应该还有更多不费力的方法吧。 如果你开始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, 那你现在的运动,有没有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健康? 根据发美国《药阳体势能协会解说》,运动基本分为三大类。 第一,Cardio Respiratory Fitness,心肺功能。 最简易的检测就是在运动当中,至少有喘气的现象。 第二,Mustular Strength Endurance,肌肉强度和耐力。 就是每次的锻炼,必须让肌肉疲乏。 最容易观察的要点,就是感觉吃力和颤抖。 第三,Flexibility灵活柔软度。 让肌肉和韧带都延伸到颈锋的感觉。 回想一下,当你在运动时,有没有达到以上三点,至少一点,的要求? 如果有的话,不妨在屏幕打有让我知道,让我们有点交流。 如果没有,那就该反思你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。 今天的话题,先到这里。 有任何疑问可以打在屏幕,我会努力一一回答。 如果有很多类似的疑问,我将会做一集视频,为大家专属解答。 下一期,我们来聊聊,运动,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。 不懒惰的话,我们明天见。 拜拜。